就是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一些网红翻车的这个事情啊 就是首先呢就是那个异国恋的那个博主 他们都有百万粉丝了 然后翻车了 翻车的原因呢是女的女方的那个妈妈诈骗 当然据说女方也参与了这个诈骗 然后妈妈现在就是已经坐牢了 然后她的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男友呢 哎呀以前给她打造的人设是什么 又是英国王室啊 又是什么亚士兰黛的家里的公子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挺挺花哨的一个一个人设 然后两个人天天有喜欢爱什么的 就是记录生活啊 其中有一些流量密码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外他特别喜欢中国 但凡一个老外他说自己喜欢中国喜欢中餐 就是都有无数点赞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点毒君女孩啊 他呃据说呢是去年的时候 就得了那个很罕见的一个就是一个脑溜 然后手术了 手术呢据说现在已经康复了嘛 但是最近就是不断的把这个他术前以及术后的这个视频发出来 并且呢营造出一种就是呃现在正在发生的那个感觉 就是比如说现在又进ICU了 呃ICU啊 现在那个什么又发烧了 情况非常不乐观的啊什么的 就是但是呢后来大家看出来说 哎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装扮怎么是这样的 就是外面那个景色怎么不是现在啊 呃然后因此翻车大家就不信任他了 而且就还有一个差距就是说他妈妈现在还在接受这个别人的这个捐助捐款啊 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有人呃有的网友也得卷了不太知道哈 然后再有就是更往前一些有一个更有名的网友啊不是网红 猫一杯啊捡到小朋友的那个寒假作业啊 后来说是假的什么的 然后有的网友还说他已经那么大流量了 他已经不需要流量去炒作自己了等等等 说说到这我觉得啊 说这三个事说到重点了 就是说呢作为一个那么大流量的一个网红啊 就说的这几个人粉丝都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认识他们看过他们的视频 但是他们呢就困在流量的这个困局里头 困在自己的人设里了 就一个网红 他是不能说频繁不更新的 他要做的就是要经常更新 要让大家知道他的这个状况 并且呢他的这个人生呢 一定不能是平淡的 我们关注他难道就是关注他天天吃喝拉撒吗 这个人有再大的魅力 我们也不会说一直关心这个人的吃喝拉撒 天天就是流水账一样 就是早上起床了刷牙刷牙拉屎啊 然后又吃早饭啊 然后去上学上学就停课啊 平平无奇啊 又吃晚饭吃早饭等等等等 这平平无奇 那不就跟我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对吧 那我为什么关注他呢 我在自己家装饿摄像头不好吗 就这些网红一定是要制造一些 像戏剧冲突啊 这种东西 然后呢 这种就是才能有故事可讲 才能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我说的这个第一个 这个这个依我恋的这个情侣呢 他们在分享自己日常小事的时候呢 肯定 咱不能说肯定 就有很大可能 他们都是有剧本的 因为谁脑袋顶上也不可能说长摄像头 对不对 就生活中一些平凡的小的细节 或者一些小的惊喜 它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吧 就是等到它发生完了 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惊喜 在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我们是 是真的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会感到惊喜 感到开心 感到难过 对吧 但是呢 就是由于他们要拍视频 肯定有一些一定是被设计出来的 如果不设计的话 就是这一天平平无奇 对吧 然后没有任何戏剧冲突 你说谁会关注你呢 然后再说这个点毒君女孩的这个事情 她得脑流的这个事情 实在是非常不幸 她非常年轻啊 她还是个小姑娘啊 以后前途无量啊 对吧 她得这个 但是你说她这个脑流 就是被确诊 然后做手术的 就是正在发生的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是不知道结果的 就感觉你 怎么说呢 薛定恶的猫 就你也不知道 她是凶是急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做自媒体的人 她肯定啊 都是会记录自己的生活的 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半年之后放出来 是以这种方式放出来呢 我觉得啊 身后是有那个 有人指点啊 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好像是实时发生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去也设计了一下 增加这个事情的这种戏剧冲突 就是留个扣啊 让你觉得事情是有悬念的 但是其实这个结果呢 已经被知道了 对吧 那这个人没有老师 没有同学 没有朋友吗 那总会有人知道 他现在真实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直理是包不住火的 就是这个事情暴露 是早晚的事情啊 就是我觉得呢 可能她的妈妈 和她的这个经济公司 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后果 是这个样子 否则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走这一步棋的 因为这步棋走完了之后 就是 怎么说呢 好事变坏事了 当然我不是说脑流 这个事情 得脑流这个事情是好事 我是觉得就是 她跟网友分享 她这个就是战胜并魔的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 不是每个人 都会顺水利利 健健康康的 人生都会遇到很多的坎儿 就你看她年纪轻轻的 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你能不 生出侧影之心吗 或者说你正在经历 就是要跟并魔去搏斗了 对吧 你看看她的视频 你都会觉得有力量 对吧 就是她挺过来了 就是你也会觉得 自己也会是一个幸存者 但是她那个视频 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就 开放了 然后再说这个 第三个就是 呃 猫一杯的这个 这个事情啊 其实你想想就是 确实猫一杯 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的流量了 它已经有流量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网红 它是要保持热度的 特别是这种 就是记录自己生活的 这种网红 就是说 比如说说 中外的这种文化差异 你知道 就是中西方的 这个文化差异 这个事情啊 哎呀 反正我是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学习了嘛 我是觉得很多的这种差异 你都必须要写一个论文 你才能论述清楚的 但是呢 就是作为自媒体博主来讲 你必须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然后你去 抓住网友的这个注意力 并且呢 让网友就是容易理解 你说的这个事情 这个就有可能说 你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给简单化 然后呢 就是你能够吸引到很多这种 二极卦的网友 然后呢 你所有的这个内容 都是符合他们情绪的 然后这个事情一定是 要容易被理解 并且是符合大家的这个 可观影响的 比如说如果我说意大利 我想获得流量的话 那我就应该说 就是意大利人非常的懒散 然后呢 意大利男人都很帅 就是我应该往这个方向说 但是不得 我一定要说实话 你看我拍的那些 就是在天堂上 看男人的那些视频 哎呀 就他们意大利男人这个发量 都是可以用机关枪来形容 就 我不太喜欢这种 当然是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 我只是我自己的审美是这样的 不代表说别人不喜欢他们 但是你说 真的是那么惊为天人的帅吗 没有 没有 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啊 这些网红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热度 他就必须活在自己的人设里面 必须被流量所裹挟 就你们爱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这样我才能一直有流量 我有流量 我能拿到平台的这个流量的补贴 以及广告商 愿意来投我的这个广告 我就能有收益 这个是能换成钱的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你还愿不愿意去 接受一个真实的播主 能不能分辨出来 谁是真实的在展示自己的生活 就比如像我这样的 就是真实的 我这个视频的这个播放量 就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并不是说别人爱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就是我曾经呢 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 我就是做内容编辑 我曾经就是被流量所裹挟的这些人 因为我要完成我的KPI 早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 哎呀 赶紧找点就是热点新闻 你说这些明星怎么天天就平淡无奇呢 是吧 也没有结婚的 也没有说那个拍戏受伤的 就是 反正我天天就就得说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恨不得明星出点什么事 最好别出什么好事 最好出点什么坏事 你说这个明星去什么联合国去演讲啥的 谁看 啊 谁看 谁看你去联合国什么演讲 就说一大堆假大空 就没有人 就除非是这个明星的尾粉 我当编辑的时候还没有尾粉这个事呢 然后 反正今天我这个心态就不太正常 然后呢 很焦虑 因为你玩不上KPI的话 你这个年底也没有什么年终奖 对吧 就是万一再把你给开除了呢 饭碗不就没有了吗 所以就是被流量裹挟的这个感觉 我虽然没当过大网红哈 但是我是知道的 因为以前是靠这个吃饭的 然后我呢 自己做这个自媒体账号 就是分享自己真实的生活跟想法 然后 我前段时间就是跟男朋友分手 我就发了一些视频 就是一共发了14个 然后有的人就说 你怎么分个手能发14个视频 他值得吗 我说 他值不值得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这个感受 我这个经历是值得的 因为我 我怎么想的呢 因为我一直是分享这个 我在意大利的这个生活 这留学的所有的这个事情 意大利留学的这个 公约呀 干货呀 什么的 我所有的这些 都是资料型的视频 也就是说 你需要意大利留学信息的时候 你才能就是主动的搜索到我 就你平白无故的 你为什么要关注意大利留学呢 意大利是一个多么小众的留学国家 也是一个小众的移民国家 而且这边就是30万华人 很多都是从温州来的 就是可能他们都是一个村的 就是其他地方的这个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这并不是中国大陆公民 首选要来留学或者旅居 或者说移民的一个地方 就我拍的这个内容 有几个人看呢 没有几个人看 但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是资料型的东西 因为攻略这个事情啊 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它价值千金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它就是个狗屎 所以我天天拍的这个视频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没有意义 它流量少 我是知道的 然后我分享 就是我跟男朋友分手这个事情呢 是我其实在微博上 我是先说了 我说我由于某种原因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不能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了 而且我一秒钟 不能待在这个关系里了 我就是要跟他分手的 然后微博的网友 其实已经知道了 但是后来我发了那么多视频呢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来 就是 就是指责 其实很多关注了我很长时间的人 就是他们是不会指责我的 因为失恋那个事情太正常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 这个姐姐在B站的人设 都是独立女性 这怎么还能谈恋爱 还能分手 然后分手还哭唧唧的呢 就是是这样 我是没有什么人设的 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就是谁要往我贴上 身上贴标签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爱给谁贴给谁贴 反正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怎么可能不谈恋爱呢 对吧 我又不是 我是来这上个大学 我不是 到庙里去当公子去了 我也不是说 死了老公我要手管了 对吧 而且我谈的这个恋爱 有高兴的时候 也有让我不高兴的时候 那最后他这么分手了 你说这分手的时候 我能高兴吗 对吧 我自己抹两个眼泪 不也很正常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表达 但是在网络时代呢 是这种批量生产 NPT的一个时代 你要不知道NPT是啥 你搜搜我的视频 我讲了很多 这些人是没办法理解 人类的这个感情的 就是人类 人与人之间 是有感情的这个连结的 如果说对方也有感情的话 但是在网络上 你会看到很多人 是没有感情的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就是他不能理解 就是人的情绪 他对人的这个情绪呢 感知力是非常低的 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 那个Sheldon 他就是这样 他就有这个问题 你高兴的看不出来 你悲伤也看不出来 但是呢 他对这个数字啊 这种是比较敏感的 网络上很多人是这样 而且就是他只关注 就是一个人 就是成功的时候 光鲜的时候 比如说为什么炫富的视频 会这么火爆 对吧 就是还有那种 就是网络爽聚 无脑爽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人 是不关注真实世界里面 人的这个真实情感 这个事情 真实发生了这个过程 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啊 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是需要耐心 你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包括我在意大利 上大学的这个事情 也不容易 我付出很多努力 然后我如果说在网上说 就是哎呀 我上大学很不容易啊 然后经历了很多困难啊 然后我觉得 我都有点挺不住了 你知道会出现 一种什么评论 他就会说 你不适合上大学 你这么大岁数呢 你最好你就是找个 找个男人嫁了 生孩子 这是你的归宿 就是我当然不能听这些人的 就是你单凡暴露出 你任何的这个弱点 你如果不是一个强者 你就会被那些弱人啊 所所践踏啊 践踏你的人格 践踏你的尊严 然后去嘲笑你 什么的 就是但是一个人 他一定是多面的 他不可能事事都那么强 他不可能永远 做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三观 你是能看出来的 就是像我说话 就是我不可能为了 就是流量去说话 或者你爱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就是我的观点 可能是前后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不希望 就是年轻的学生在这 就是在学业上 花的精力很少 然后又去打工 又去旅游什么的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享受 你人生中这个 就是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的 这个这个过程 因为可能以后不会再有了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 踩上实在的红利 在年轻的时候能赚一些钱 然后呢 就是有钱有闲 然后再回到学校去学习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可能对吧 就是每个人人生际遇不一样 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风口 是在明年出现 还是谁是十年后出现 咱不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 你在干一个事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享受 干这个事情 就不要让自己分心 我一向的观点都是这样 然后呢 其实我给了大家 很多的这个信息 就是我干什么 以前干什么 然后现在干什么 包括我以前 就上大学的时候 我把我的信息哈 就是在佛罗伦赛读 传播理论专业的研究生 这个写在我的个人主页上 但是总有人问我说 你上的是哪个大学 你读的是啥专业 你上的是本科吗 就你但凡你 你长了眼睛 你去我主页看一眼 这些信息你全知道 但是很多人是不会看的 所以就是我那14个分手视频 我为什么发就是详细的记录了 我我跟那个男孩相处的那个经历 就是我觉得有些女孩也会像我一样 会遇到一个就是穆斯林 去跟他们谈恋爱 然后呢会经历一些我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你们如果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不知道怎么跟穆斯林相处的话 我那一些视频会给你一些答案 给你一些思考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些视频都是有意义的 尽管说不是所有人都爱看 所以这个就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网络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是最后跟大家的这个探讨 如果说你愿意关注一个真实的人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看看我 我可能是一个就是成长型的人 就是你今年看我是这样 可能明年呢 就是我有解锁的一个新技能 或者达成了人生的新成就 哎呀反正就是真实的生活呢 你肯定是要有耐心去 去等待一个结果 或者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你才能拿到一个结果 或者是过上你想过的这个人生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而不是网络上 你看着大家都那么光鲜亮丽 都是非常有钱 你感觉就哎呀 你感觉可能一年赚个一百万都不是啥问题 但是在中国一年能赚一百万的人 不多 这都是幸存者偏差 好吧 就是希望大家结交结造 当然也是与大家共勉 我也要结交结造 好好的去 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 生活在就是真实的这个红尘里头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全部分享 希望也会对你有些启发吧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 很快再见 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